好,那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简定有分 左尾、右尾和双尾 这三种不同的case 但是简定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面向就是 到底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成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简定的时候 是简定某个μ值是等于 特定的μ 还是说我想简定的是 两组样本的μ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我们想简定 两组样本的μ是不是一样 我们可以用后面这一个 两组样本的平均值简定方式 同样的它的简定也是用t.test 因为它都是在简定μ值 所以都是用t 但是呢,下的参数不一样 第一个,如果我们简定两组样本的μ值 一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确定它的变异数是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变异数点equal 我们可以vr.equal设成true 就是确定它变异数已经是一样的 我们再做简定会比较准 那如果我们不下这个呢 那它的范围就会比较 就是不能够马上就假设变异数一样 那它的计算的结果就会不太一样 那第二种 你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参数叫pair 就是成对 就是说这两组样本是不是成对的 如果是成对的 那它的简定就要下pair等true OK 那什么叫成对的呢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成对的意思 所谓的成对就是 对于样本而言 比如说我第一次测试跟第二次测试 第一次测试是针对这一个样本 那它的数据有分一二 有分一二的时候 这种就称为成对的 就是对同一个样本 它有不同的简定的值 OK 那这种就称为成对 就是可以同一个样本得到两个不同值的 这种称为成对的简定 那不成对的简定就是 我实体也不一样 那就是不成对的简定 那所以当你如果是指成对的情况 你应该把pair下成true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s是用常态分布 平均值3.0 标准差3.2 那y呢是常态分布 平均值3.2标准差2 那取出来25个样本 s会是这样 y是这样 那如果我今天用这个 因为它标准差是一样的嘛 两个标准差都是2嘛 所以如果我确定它的标准差是一样 就是vair equal to true 去做简定 那简定出来的值 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看到 它的 它的p value是0.73 所以并不小 那它的信赖区间是-1.5到1.07 OK 那这是我们 以 以这种 vair.equal等于true的方式 去做简定 那这个预设的简定 那这个预设的简定当然还是 mu1 是不是等于mu2 预设的简定 也就是说 它的 对立假设是 两个mu值的差 是不是0 也就是mu1等于mu2 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是不等于0 两个mu值的差不等于0 那它的95%的信赖区间 是从-1.5到1.07 那两组样本分别的mu值是 3.26和3.48 这是它这个报告的意思 那如果是成对的情况呢 也是一样会做报告 但是 他所报告的内容就稍微有点差异 那这是成对的状况 那我们来试验一次 当然因为是用乱数 所以我们试验的结果 我们试验的结果 S我们一样用同样的指令 Y也是就产生25个样本 这个m呢 之前应该用3.2吧 3.2 OK 那这样S的25个样本 就产生25个样本 出来了 Y的25个样本也出来了 那我们在做检定的时候 就 我们现在确定 它的两个的变异数是一样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所以 所以 你要试你的情况而定 你非常确定它变异数是一样 才可以下 VR.1 这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减定的时候 DF这时候会变成48 为什么是48呢 因为有两组样本各25 那两个自由度各25-1 就是24 24乘以2 就是48 就是 就是两组样本的自由度总和 那 它的平均值的差是不是0呢 那 这个是它的信赖区间 就是两个平均值差的信赖区间 那这是它的平均值 两个平均值 OK 好 那两个平均值之间 你可以看到 两个之间的差大概是 0.02而已 0.02 所以其实是 会在信赖区间里面 所以这两组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它的P值很高 0.968 其实是非常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否认H0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肯定对立假设 没有办法肯定对立假设 好 那 第二种 第二个测试是 如果 如果这个是乘对的状况 如果是乘对的状况 如果是乘对的状况 那我们 就做这样的简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DF是24 因为是乘对的 是对同一个样本 所以 只有度变24 那 P value 还是很高 那 它两个的差值 应该是 负1.28 到1.24 之间 那真正的差值 是0.02 所以非常小 有在这里 有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它在简定的对立假设 是说 两个差值不等于0 那 确实两个差值呢 很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否认H0 也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H1 所以 是 认为 会说 X和Y 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体 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体 也就是说 它的平均值可能是一样 应该 也 不能那么强烈说 来自同一个母体 但是它的平均值 可能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否定 它不一样 所以 往往我们做统计 都在检定说 其实不是在确定 而是在否定 我们在否定说 它平均值是不是一样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有办法否定 就代表这两组样本差很大 差很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否定 否则的话 差不多 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否定 以这一个测试而言 因为两个样本的平均值 本来从3.0和3.2 差不太多 所以就否定不了 但是我们如果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我今天弄个Z Z 等于 T 不是T点test Z 我用Z等于R 弄25个样本 平均值呢 我给它弄个大一点 平均值是5 变异数是2 标准X是2 那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做一次测试 再做一次测试 然后是针对X和Z 那你就会看到 它的P值变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否认说 它们两个的平均值 会是不一样 我们差不多就否认了它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两个之间的平均值差异呢 大约是2 2 并没有在95%的信贷区间里面 95%的信贷区间是-3到-1 左右 所以没有 它平均值两个差异是2 所以没有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 我们就几乎承认了这个对立假设 就是 两个的X 不等于0 我们几乎承认这个对立假设 也就是否认原本的 两个的X等于0的这个假设 两个X不会等于0 两个的平均值不会相等 因为这个是5.0 另外一个X呢 是3.0 差太多了 两个差太多了 所以 我们就可以否认它 那如果我们用配合 用配合的方式 X和Z 应该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只是它的算法 会变成只有肚子有24 然后 true difference is not equal to 0 这是对立假设 那p value 是0.001 所以是已经够小 够小 那它的 平均值的X是-2.05 但是 它的信贷区间是在-3.2到-0.88 那 这个 平均值的差异是-2.05 这样 看起来有在信贷区间里面 所谓的-2.05 还是2.05呢 这个可能 要再确认一下 那 不过0.001 以p值而言 我们看是够小 所以 所以 应该我们会 会承认对立假设 然后否决原假设 好 OK 那这是 我们做的 t检定 但是是两组样本的 两组样本的情况 那各位去试着 做一下这样的操作 两组样本的平均值检定 稍微做一下这样的操作 然后了解一下 怎么样子做这件事情